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早晨 来到7月12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中微政却研究部 真正的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早晨Ravi 昨晚大家都看着 美国CPI数据 通胀降温 减息有望 反过来投资者 趁好消息出货 美股大型科技股成为重灾区 恒指日期升到过百点 八关得而伏失 待会问Ravi 如何看外围市况 以至港股又如何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隔晚美股表现 星期四是个别发展 五美国通胀进一步降温 六月份CPI按年升幅 放慢到百分之三 低过市场预期 按月跌百分之0.1 核心CPI按年升幅都放缓到百分之3.3 按月微升百分之0.1 近三年来最慢 数据增强了联储局9月减息的预期 但美股就出现sell in fat的效应 投资者趁好消息出货 NVIDIA和Tesla等大型科技股急速 五座内纳指跌近百分之2 报18,283点 马周道指就反复下昏 曾经跌近100点之后 一度回升154点 收市升32点 报39,753点 标指跌百分之0.88 报5584点 马通涨数据出炉之后 美债息大跌 而美元会价显著受压 日本当局出手干预日元 日元但升超过百分之2 马美会指数下市104关 焦点美股方面 马特斯拉拒报计划 将无人驾驶的士推出的时间 由8月推迟到10月 特斯拉股价跌超过百分之8 报241.03美元 Meta跌百分之4 Google跌近百分之3 苹果、微软、亚马尚都跌超过百分之2 而NVIDIA跌超过百分之5 报127.4美元 台积电跌超过百分之3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马京东比港股升百分之4.6 自宣布111.77 阿里巴巴升百分之1.6 自宣布76.63 百度和美团升百分之1 网易和腾讯升百分之0.5 和百分之0.4 汇丰控股ADR 自宣布67.71 比本港收市价升百分之0.7 有邦升百分之0.2 比亚迪升超过百分之1 理想和小鹏升百分之1至2 接着看看今早外围市况 道指期货暂时都跌稳 40114.25 蚊鸭期货都要轻轻偏远 至于亚太区股市 各别发展 之前强势的日本股市 今早回到超过百分之1.7 日经平均指数41,500 跌723点 南韩股市跌百分之1 而澳纽股市跌稳其中澳洲市 升百分之0.7 看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都可以是不错的 升到大约100点左右 先和Rafi谈谈外围市房 刚才说到 美国的CPI数据显示 通胀了一步降温 市场现在在估计联储局 今年最少减息两次 昨晚可能有个反高潮 就是美股不升就反跌 尤其是一些之前强势的 科技股成为了投资者的出货重灾区 尤其是近期的招点 Tesla 终于结束了11年升 NVIDIA的沽压都比较大 这些七红来说 其实都是沽压大的 那怎么看 究竟现在是正常升浪里的调整 还是升势已经反映得七七八八的利好因素呢 因为我想不少人都一定七红点都拿着几红 那有货如何部署好呢 我自己觉得又未那么快 确认是一个可能大的调整 或者再下跌的 因为始终就是跌第一天 虽然昨晚部分的跌幅是大的 但是也不要忘记过去升了很多 所以总会有一两下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不要说Tesla 可能早前其实NVIDIA也是 你对上那些八四元的高位 那几天一退回去最低到八二元以下 其实也会回到二十元有多 所以其实也一定会出现这些情况 所以我想暂时又未那么快确认得到 除非你说未来的几天 都是继续好像每晚的 类似使用的情况是一个下跌 否则的话我想跌倒了 这样一刻可能又不排除这些钱 又是买回头的 因为始终像你说的 拿开美股的 大家都是选这七只 甚至乎没有拿开的 都想拿这七只 其实大家都是不断在这几只里面去追逐 还有很多时候整个市的气氛 都是靠这七只去带回来 所以我想有未那么快就叫完 所以整个party 但是真的要再看 但是明显第一点就是 因为昨晚你看到 当这七只是回的时间 当然纳指标指就立即是打下来 跟过去不断创新高 破顶的格局就很不同 但是幸好你看到那些道指 就是传统类股份都肯升下 因为前一段时间反而是反而反而 反而NASDAQ和S&P是强的 但是到这几天反而是 NASDAQ强一些 S&P就强一些 但是好过那个度来说 就起码有一个接力的因素 尤其是全部三日指数都用 所以我想有未算对美股是太负面的 还有像你所说 大的方向 其实好那边来说 就是减息那边 其实现在都很符合市场的预期 就是因为随着数据 随着近期爆炎出来说话 其实大家基本上都确认 今年有机会搞到两次 如果更加乐观的话 可能三次都可以 譬如9月、11月、10月都可以 当然9月现在有九成的机会是减的了 如果未来这段时间 这个因素是没有太大的逆转 即是没有突然间 将9月减息的预期又降到很厉害 也会延迟 即是原本是8月 现在也有10月 但是这个要再忙 我觉得借势是一个少许的调整 但是当然 其实过去几个星期 都不断说了 就是你说美股 那当然 其实严格来计 无论指数 或者是大的个别股份 基本上全部都是顶位的了 所以你说 如果这些位才买 那一定是预计 可能有少许发上发达的感觉 所以过去也说 就是一定是 即是没有的 唯有是等调整 可能是分注去买会好些 但是正如你刚才问到 譬如有的话 我觉得又未至太担心 留意这几晚 譬如今晚或者下星期回来 如果继续是一个很大的下跌 如果是低位有货的 就可能灵活地先行写食户 但我觉得也不需要全部走 因为除非你对美股真的很淡 否则如果你不是太淡 我相信这七只跌下来之后 其实都是买回上去 因为其实又不是太多特别的东西 去选择主 所以会有这样的格局 但是后面 我想除了提及 可能七只表现之外 息率预期之外 过去也提过 美股也提过 又是去到一些业绩期因素 又是去到一些业绩期因素 又是看一看整体股值 有没有再调整的因素 而越来越近大选 其实这当然是一个要留意的地方 有几样东西 究竟拜登是否继续坚持 或者继续可以选择 这也是一个要想的地方 而且最终是想去争 跟特朗普那边又如何呢 这些都是对于美股 我想后市要留意的因素 你说没有货币的人 可能反而可以看机会 但是是否不用太心急呢 还有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选择最近的强烈 跌得比较多 例如特朗普那些 还是你觉得短期也差不多呢 如果你说 从实际的基本因素来说 我觉得七只不是七只都选择过 因为其实过去年也很明显 有点分别了 我反而仍然是围绕 AI那边比较重一点的 会比较好 例如NVIDIA 例如Apple 或者Microsoft 我想这几个会看得比较好一点 你说Tesla 没错过去这段时间是很强的 但是最主要一点 可能是一来取回落后 对比另外几个来说 过去这段时间是挺大的落后 而近期又多了一些新的概念 有新的业务 但是如果你对比过过去几年 这几年 其实Tesla虽然曾经股价很强 或者大家对它的业务看法很理想 但是你对比 譬如Elon Musk说的一些说话 特别过去几年的发展 其实有很多都暂时还未兑现到的 譬如那些无人驾驶 或者那些自动驾驶 其实很多都未真的出来 所以这个要再看 所以我想到这些位置 始终你的股值真的不算太便宜 所以我觉得 甚至从业务概念上说 可能会比较深一点 我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会落到大约 2003楼下的位置 才慢慢想会比较好 明白 美股就暂时这样看 但是港股究竟是 美股跌下来 港股会受拖累还是受惠呢 等一下问Rafi如何看 先简单总结一下 港股上日的表现 马行指昨天高开157点 之后升幅扩大 曾经升了392点 高位建17864点 全日升了360点 收报17832点 成交价得1003亿 科指升2.7% 报3696点 ATM升1-3% 友邦升超过4% 本地地产股向好 新地和新世界升超过3%和5% 车股为小里升超过5-1% 手机相关股都有追捧 优泰科技急升2.4% 瑞星科技升6% 看看北水盘路 昨天北水淨流入金额 再缩减4.7000万 而个股方面 美团就录得淨流入3亿 中移动和小米分别 1亿4千万和1亿3千万 淨流出方面 腾讯录得超过5亿淨流出 小鹏酒资2亿6千万 中海油和润啤酒资超过1亿 碰面 15分 inside セース 3分 � Gom 公